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地有趣 他们甚至告诉我 把再多的年僵倒在他们身上都没关系 因为他们不在意 那讲会讲博是我呢 如此大方的人 当然不介意小朋友前来参观 但我可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小朋友必须热爱华文 想要了解还有学习更多 才会被我选上 那今天有幸被我挑选的三位小朋友 又是谁呢 一起来看看第一回合的游戏规则 第一回合一共有八道猜题 参赛者必须抢答 在十秒实现内说出特定词句的反译词 每答对一题获得十分 补答则获得五分 第一回合正式开始 第一道题 巨大的反译词是什么呢 明镜 很小 不是很小 不是很 小是对的 什么小 有要补答的吗 微小 微小是正确的 下一道题 害羞 大方 大方答对 下一道题 敌人 朋友 朋友正确 第四道题 细心 出心 不对 看步手 这个心在下方的 有要补答的吗 粗糙 不对 不是粗糙 再来 突鲁 不对 时间到 正确的答案是 大意 下一道题 增加 减少 减少正确 下一道题 杂乱 整齐 整齐答对了 下一道题 战争 和平 和平 正确 好的 最后一道题 反抗 友善 不对 看步手 我不反抗 反而我的小跟班 什么我 拍 补答 没有人要补答吗 正确的答案是 服从 我的小跟班 不反抗我 反而服从我 一起来看看 第二回合 乾坤大挪移的 游戏规则 第二回合 一共有八道猜题 参赛者必须抢答 在十秒实现内 正确地将 词句重组 每答对一题 获得十分 补答则获得五分 第一道问题 理购券务 东旭 购物理券是正确的 下一道题 通规交则 东旭 交通规则正确 下一道题 非常简单 钱用灵 钱灵用 不对 这是什么 爸爸妈妈会给你的 灵用钱 正确 下一道题 呼胖呼 明俊 明俊 胖呼呼 正确 下一道题 生 礼 旗 东旭 生旗礼 正确 下一道题 宽光明营 明俊 明俊 不对 不对 不答 东旭 不对 时间到 答案就是 当你走进很多店面的时候 店鱼会和你说的 欢迎光临 听过这句话吗 听过 听过 好的 下一道题 物源直 东旭 植物源正确 好的 最后一道题 揽虫 过 明俊 懒惰虫 正确 一起来看看第三回合的游戏规则 第三回合一共有八道猜题 参赛者必须在十秒的实现内 说出填字游戏中隐藏的漏字 每答对一题获得十五分 补答则获得十分 累积分数最低的参赛者 就准备接受 湿漉漉年浆的洗礼 谁是我第一个囊中物 就看这个回合了 第一道题 一下子做出惊人的成绩 一什么惊人 一口 不是 一大 不对 继续猜 三 一口 不对 时间到 有要补答的吗 一 二 正确的答案是 一鸣惊人 下一道题 人与人之间温暖的情感 人情感 不对 对 有要补答的吗 人情味 人情味是正确的 下一道题 感情激动的不能控制 情不自在 不是自在 情不自什么 自理 不是 时间到 有要补答的吗 那我就要公布答案了 正确的答案是 情不自禁 好的 下一道问题 不允许 是禁什么 禁止 好的 下一道题 形容态度 庄重 严肃 一本正经 一本正经 答对 下一道题 具有公正性的 行为和思想 正确 不对 超级英雄 他们都是狠 正什么 警察都是狠 时间到 补答 正经 不对 正苦 不对 正确的答案是 正义 第七道题 拼命的意思 有力 不对 拼力 不对 尽力 不对 三 二 一 时间到 补答 自行 卖力 卖力是正确的 最后一道题 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明俊 自不放弃 不对 自不 让力 不对 有要补答的吗 自不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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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确的 我都说了吧 第三回合 如此精彩 来看看三位朋友的得分 目前 瑶瑶领先的东旭 一百二十五分 接着 明俊 四十分 紫棋 二十分 也就是紫棋 你是今天第一位 来泡年江浴的参赛者 此刻有什么感受吗 我不想进去 有什么话想和小朋友说的 拜拜 好 请紫棋 来到我的年江浴 欢迎紫棋 加入我的大家庭 太好了 虽然我奖会奖博士是个语文天才 可是我也是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把华文学习和掌握好的 如果你们也想成为佼佼者的话 就要看你在这个回合辨别错别字的实力咯 一起看看游戏规则 第四回合 一共有两组题目 个别有四道猜题 参赛者必须在十五秒的实现内 确认特定词句里的错别字 并将正确的字清楚写出 每答对一题获得二十分 补答则获得十分 累计分数最低的参赛者 就准备接受 湿漉漉年江的洗礼 好 这个回合呢 我们就从分数较低的明俊开始 第一道题 他是个贪得无厌的骗子 贪得无厌的骗子 时间到 东旭要补答吗 好 骗子的骗是正确的 下一道题由东旭作答 唐哥在大抽奖中赢得一辆汽车 唐哥在大抽奖中赢得了一辆汽车 大抽奖 时间到 明俊要补答吗 三 二 一 时间到 大抽奖的抽是哪一个抽呢 下道题由明俊作答 小华讲话的速度太快了 小华讲话的速度太快了 三 二 一 不对 要补答吗 好 速度的速正确 下一题 你一定要帮我保守秘密 你一定要帮我保守秘密 秘密的秘正确 下道题 外头刮风下大雨 别出去 刮风的刮 正确 下一道题由东旭回答 妈妈得陪外婆一起到医院 陪伴的陪 正确 下道题 明俊到你了 勤洗手可以预防感染疾病 时间到 不对 东旭要补答吗 好 预防的防 正确 最后道题 东旭 谁敢保证他以后不会再说谎 谁敢保证他以后不会再说谎 保证的正 正确 来看看分数 排名第一的是东旭 225分 以及很快要泡年疆域的明俊 60分 明俊 你准备好接受年疆域的洗礼了吗 准备好了 好 过来吧 欢迎明俊正式成为我的小跟班 相信大家都知道在接下来的回合我将会提供一个字的提示 如果东旭呢 如果东旭呢 猜不出成语的话 没关系 我不会把年疆往他身上道 接受习语的就是我 能不能成为最终的优胜者 就要看东旭的表现了 一起来看看游戏规则 第五回合只有一道奖励猜题 仅存参赛者启动轮盘后将获得一个字的提示 参赛者必须在30秒的实现内猜出图片里的成语 答对的话表示顺利过关 而我奖会奖博士也将接受施碌碌年疆的惩罚 我们终于来到了最终回合 可是为什么我心里有些许的紧张呢 东旭 你会得到第几个字的提示 请按钮 这是第三个字 你的提示是 准备好了吗 30秒 计时 开始 你想要什么都说 唠叨婆婆 不是 继续猜 教育婆婆 不对 3 2 1 时间到 也就是说我又安然无恙地逃过了一节 太好了 太好了 那到底正确的成语是什么呢 我们请小年年来给我们做个解释 想像一位充满爱心的老婆婆 不嫌辛苦 反复劝导这一位小朋友 那是多温馨的画面啊 苦口婆心要表达的就是 用恳切真挚的态度 不厌其烦地劝告他人 例如 爸妈苦口婆心的劝导 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好好学习 不再犯错 东西啊东西 讲会讲博士我呢 可是苦口婆心地奉劝你 留在我的年江实验室了 因为你可以学习到很多有趣的知识 你留不留 不留 你不留 你真的不留 那你走吧 他不留 他不留 没关系 我今天还是收了两个小跟班 很快就可以和Dr.Slime分庭抗礼了 那下个星期呢 我开放的年江实验室 继续会有三位小朋友前来挑战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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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